福建漳州是台胞重要祖籍地 30多年来 累计共有3000多家台资企业在此扎根发展 近年来 台二代陆续上线接棒 不仅为台企延续生命力带来新发展 更成为台胞深耕大陆构筑家园的重要力量 据福建省商务厅7月21日通报 今年前6个月 全省合同台资达101亿元人民币 实际利用台资5.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45% 福建为台资企业 今年上半年对大陆投资案最集中区域 作为投资新业的一员 在漳州耕耘美妆事业的台商曾文子 持续看好大陆发展前景 经过23年的奋斗 他的企业占地2万多平方米 可生产上百种美妆保养产品 为什么会有这么长久的时间 能够在这个地方 因为看到大陆的发展 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这里的温馨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会的当中学习到会 曾文子企业产品长期销往欧美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曾文子与丈夫吴希奇 在儿子儿媳的建议下 顺势由出口转向内销 加强电商平台的销售力度 正着手接棒父母事业的台二代吴达恩 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 毅然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 回到父母身边一起经营公司 他坦言 创业不容易 守城亦很难 需付出加倍的努力 看个人是怎么去理解接班这个动作 因为接班会变成说 你的精神压力会更大 他们已经到一定的高度了 你要去超越他们 等于是说要付出百分之两百的薪水 上一代台商看重在大陆办厂优势及阻地情 而年轻一代则更看重市场 新业态以及高科技带来的便利 32岁的台二代尤凯威跟随附近脚步 来到福建漳州创办草莓农场 在他看来 大陆的发展潜力可持续深挖 随着第一代台商年龄逐渐增大 不少台企面临传承交棒的现实困难 对此 张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林博彦表示 台二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 支持眼界相对开阔 尽管面临挑战 但也有不少台二代正引领父母开辟新市场 我看他们很多除了传统产业以外 已经开始走进带他的父母走进网络的世界 这个像在电商 尤其电商方面 很多父母他完全没有接触过 但是因为他的小孩 让他开拓他的大陆市场的另外一个渠道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为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 多年来 张州市政府积极落实各级会台措施 推动更多领域对台先行先事 助力台企转型升级 顺利传承交接 台湾大约有一千万人 足迹在张州 语言相通 习俗相近 首先这个方面 就已经是吸引台湾来张州 投资的一个很好的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